常常我会遇到一些朋友跟我讨论 到底阅读的价值跟意义在哪里 因为很多人会有一种感觉 阅读是很花时间的 然而当他们知道我从2005年的4月份开始 一直持续推出有声书评到现在 这意味着我是一个很大量的阅读者 甚至于他们会用一些想法跟我讨论 他们会告诉我 你不是说实作才是最重要的吗 实际去感受体会才是一个真正重要的关键吗 而且那些已经写成书的 不就是别人已经固定下来的知识跟观念 然而真正的创新可能是还没有任何书本写得出来的 所以阅读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所以对他们来说 结论就是关键在于好奇心跟实作 而不是读了多少书啊 大量阅读在他们的角度来说 可能呢是一个框架甚至于没有那么高的必要性 那如果谈到好奇心 我想举一个人物 大家应该可以公认 他可能是人类史上数一数二具有好奇心的人 他是谁呢 达文西 我们知道哦 达文西不只是在艺术层面的成就 更重要一点是他对于现代的医学 也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 从他留下来的许多资料跟手稿里面 他是一个实作的专家跟大师 有大量的设计图 包含还在概念发想中的飞行器 或者是人体的解剖 那在人体的解剖的部分 最有名的就是 他会在半夜偷偷跑到坟场里 去把那些刚埋下去的死人 挖出来去做解剖学的实作 他一切的延伸跟发展 都是他自己透过好奇心跟实作 而产生出来的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达文西除了好奇心跟实作之外 有一个资料告诉我们 他只光在1503年到1504年这一年中间 他自己的长书 至少收集了116本书 别忘了哦 在他那个年代的书籍的概念 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 在他那个年代 书籍的取得很困难 而且很贵 所以呢 他居然在这一年的期间里 收集了116本书 你想他会是收集在家里附庸风雅的 还是真实的去读去研究的呢 不止如此 这些书涵盖的主题包罗万象 从解剖学医学自然史 一直到算术 几何 地理 天文学 还包含了哲学 语言 文学等等的作品 甚至于是宗教的书籍 总之呢 这位在过往的印象当中 大家觉得他比较喜欢做实验 胜过阅读的人 他所拥有的长书 别忘了 是在1503年那个年代 都是这么的大量 事实上呢 大量阅读对达文西来说 反而是他的好奇心跟实作精神当中重要的背景之事 好 所以谈到这里 你觉得大量阅读是限制住你的创意吗 再来 如果用同样的逻辑延伸来看 我也曾经遇过很多 在做创意工作 创作工作的朋友 我都会鼓励他们 好好的安排跟规划自己的时间 要有记录时间帐 并且分析自己时间使用的习惯 他们总告诉我 他们觉得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会限制住他自己 似乎他的创意会因为记录时间 规划时间 管理时间而造成了限缩 可是如果回到达文西的例子 他的好奇心跟实作精神 并没有因为阅读被限制 反而因为阅读而更有延伸 那么请问 你的创意 究竟会因为你好好的规划 管理自己的时间而被限制 还是因为你好好的规划 管理自己的时间 让你的创意有更好的发展呢 为了帮助大家的理解 我打个更容易懂的比方好了 小时候我们可能都上过作文课 我每一次在面对作文课的时候 我都很怕老师出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叫做自由题 所谓的自由题就是 从定题开始就要自己想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样的经验哦 如果老师定一个确切的题目 比如说我的志愿 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就算自己觉得这个题目有够烂 再难写 你会发现至少题目就先定在那里了 两个小时的作文课 你怎样都还是可以挤得出一些东西 但是如果是自由题的话 可能两个小时的作文课 前面一个半小时 只光想到底要写什么题目 就已经想破头了 而最后终于把题目定下来之后 你也没时间可以写了 所以在我过去的经验当中 老师只要一出自由题 通常我的作文都要等到隔天 才有办法教给老师 其实不管你的创意输出形式是如何 真正能够帮助你发挥无限创意的 往往是建立在限制性的基础上 就好像是一个再会画画的画家 他的画总有边框 不是吗 一个专职的写作者 你总有主题 你总有截稿日 如果拉到更大的格局来看来想的话 人生不正是因为它有限 没有人能够有永恒的生命 所以我们才要好好的过自己 有限的一生 在有限的人生当中 尽可能的去发挥 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所以今天的内容 虽然东聊西扯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收下的就是 永远不要把限制当成是限制 当然了 阅读它其实不会限制住你 你会因为阅读而受到的限制 是因为你先帮自己设限了 并不是阅读限制了你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而如果你对于奇点文化的商品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我们近期即将推出一门线上课程 课程的名称叫做时间驾训班 它能够帮助你有效地安排自己的时间 让自己的生命活得更有价值 从眼前的任务怎么样如期完成 到你生命的长河当中 怎么样发挥更多的可能性 这门课会带给你很大的帮助 请你拭目以待 并且也期盼你能够在我们课程推出之后 用最具体的行动来支持我们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